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办法用言语讲清楚 越讲越迷糊 言语的功用有范围的 确实有言语到不到的地方 思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的能力很大 从内它能源到阿赖也 向外它能源到虚空发界 但是它源不到自信 若与白痴感头更近一步 与自本性豁然契合 这个契合就是契信 民心契信 放下齐心动念 齐心动念是无名 无时无名 就是齐心动念 这个齐心动念没开始 不能说它有开始 不能说它有原因 它没有原因 这很难体会 世尸尊在认语上 用言若大多 弥头任言 来形容 希望从这个例子里头 你能够 体会 你能够明了一个大概 佛说的这些话 含义都非常深 了知能念所念 为师一心 不诸有念 不乐无念 这就是念而无念 无念二年 亲近平等觉 谢谢 这就是契心 了知 时间 能念所念 为师一心 能念 生活是自己 为一心所心 所念的阿弥陀佛 也是为一心所心 一心无二心 不诸有念 不乐无念 四上有 念佛没间断 离上 离上没有 离上怎么没有 如果我们真正明了 弥勒菩萨所说的 一坛指 三十二亿 被签念 你就明白了 有命念 地上没有 世上呢 世上是相似相续相 相似相续相 根本就不存在 那为什么会念 法二如实 这自然的 没起先动念 没起先动念 佛号会不断 这是什么呢 无事无名的吸气 能不能这样说法呢 这细节会不会断 不会断 为什么不会断 因地里面 曾经发了孕 众生无便 是缘土 所以 无念而念 就是这一院 就是这一院的 具体 现前 这个现前里头 没有起先动念 当然 没有分别之处 这个境界 不可思议 念边不住 不住有念 是不住有 不落无念 是不住空 念边和异了 念边不见了 有念边是边界 念边没有了 这叫正知正见 佛知佛见 下面引用 廉耻大四苏超 里面说的 这都是念佛 若延其勇 这能念之心 本体之口 俗念之佛 了不可得 一谈指 三十二亿百千年 了不可得 若延其勇 这能念之心 灵灵不灭 我们从相上看 俗念之佛 俗延其勇 俗念之心 所以 这一种念佛 你不能说他有念 你也不能说他无念 也可以说他有念 也可以说他无念 忽念而忽念 忽念而忽念 忍死路去 不可名状 这个境界里面 没有办法用言语 讲清楚 越讲 越迷糊 言语的 供用 有范围的 确实 有言语到不到的地方 思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的能力很大 从内他能源到阿赖也 向外他能源到虚空发界 但是他源不到自信 所以 一语到断 心心出灭 达不到 不可名状 你没法子说 你也无法形容他 我一识一识 清净本人之体 更有何法而得杂乱 是名利益一些 说 惠门是金的定谷 智慧开了 当然有定 没有定 怎么能开智慧 智慧其用 定功不射 定功要射掉了 会就没有了 没有定的作用 是烦恼 烦恼其有 有定的这个作用 就是智慧 我们用智慧 我们用晋体的话来说 清净心其作用 是智慧 不圆满 平等心其作用 是大智慧 还没有圆满 热心其作用 圆满的智慧 这心其作用 心平不平等 心不清净 当然清净平等 清净是定 平等也是定 只有这个觉子 是自信 本具的薄弱智慧 圆满先前 他以什么 以清净平等 诸位要知道 在社法界里头 我们讲第一个因素 佛 平等心 菩萨 清净心 你看多重要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我 阻 我 I 都